来到道场担任义工 同时也是在学习菩萨的慈悲心 佛菩萨本来就是义工 就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 谈经三百余会 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求什么 在五印度奔波 完全是为了弘法立身 欢喜做众生的义工 这个是里长吧 我们是里长那边 他跟我讲说 叫我来这边 我说好啊 因为很高兴啊 我不知道我们就很喜欢做 怎么都做啦 我没有分啦 就是他们说 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你骂久了就会说 我怎么去要真做 怎么要真煮 我们就 就会啦 就是一看就会了 因为他顾啊 他我都没有休息 应该都有每天都来 每礼拜一次都会来 我们来这边也是很高兴 我喜欢这样子 场合这样子很好啊 就当一个工作人 就直接到了我就会过来做 将试验道场中的事情当成工作来做 时间一到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只要保有一点的慈悲心 就是菩萨一功 所谓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当他人有苦难 就应该帮忙 而不是因为彼此有什么深厚的缘分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都要是禁内好 我可以帮忙 整个瓶子 我们会帮忙 可以帮忙 那种您的辅宾 然后